好 早安 帶您來關心民生最新狀況 颱風山陀人預計週三 週四會最影響北台灣 我們今天一早來到了未在北市的傳統市場 好不容易週二終於開市了 攤販一早就擺起攤 而且目前看到的菜量還不錯 所以不少民眾趕快來到這個攤販這邊來搶菜 老闆早上呢 幾百 那時候的空空大概怎麼樣 菜很貴 對 那很多人來買 因為爆颱風 什麼樣的菜最熱銷 還是比較多人常吃的高麗菜之類的 夜菜類的 對 夜菜類的 台風扣會買不到 109 還是會比較搶手 謝謝老闆 我們可以聽到老闆非常的誠實說 夜菜類真的很熱銷 而且成本非常高 我們一早其實就看到了 菜市場有好多攤商都是緊急來佈菜 那甚至是這個大卡車上面推著高麗菜 就直接開賣了 因為呢 台風後呢 這一次的山陀兒呢 恐怕是降雨會帶來還不少的量 所以呢 恐怕呢 這個夜菜類呢 就怕到時候會買不到 而且呢 甚至呢 是會有漲價的狀況 甚至現在呢 就有已經出現了台風前預期的漲價 所以呢 還是呼籲各個家庭主婦 以及有需要的民眾 如果有需要 還是要提早備齊 另外呢 也不要囤貨 以上現場最新 我們讓時間盡頭 談棚內主播